光控路灯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个专案是使用光明电阻来侦测周遭光线的强弱 用来辨别是白天或是晚上 如果是晚上的话我们就启动LED 在这里我们会用到两个主要的模组或是元件 在这里会使用到的是光明电阻的模组 另外还会利用扩充板上位在D2的LED灯 连接方式 首先第一个就是扩充板上的D2的LED 这个就不需要另外再做连接 接下来我们要接的就是光明电阻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使用我们的类比的角位 各位同学就是GVS各自去做一个对照 把它接起来 程式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程式设计 我们可以在之前那个专案的基础上进行改作 好那之前的专案是利用这一个我们光明电阻的输入值 来辨别是白天或者是晚上 那同样的我们这次也需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好然后来判断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开启这个红色的LED灯 好那在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当绿期被点击的时候 除了我们的这个A0角位要做设定之外 另外呢我们还要设定的是我们的角位13 也就是那一颗红色的LED灯 把它的模式设为是output 好那接下来呢一样的我们也要做一个判断 好不过我们在这边稍微多一个装置 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稍微监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类比角位的一个数值啦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多了一个像这样一个程式嘛 让我们知道现在目前这个光明电阻的输入值为多少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如果这一个输入值呢小于700的话 也就是所谓的晚上 好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一样的背景会做一个切换 好那在这边的话这个说出我们就不要了 好背景会做一个切换 好除了之外呢我们必须要来开启我们的这个LED灯 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到更多积木的地方 好这里要使用到的是这一个 好就角位好那我们这边使用到的是13 好那在按的时候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启这个灯 好那但是如果它光线足够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它做一个关闭 好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把它设为0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成我们的程式设计 好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各位同学 这个值700是相对的 那最主要是要看周遭环境的这个光线 那各位同学呢可以稍微做一下测试 然后做一下调整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程式的测试 好首先呢我们先点选这个日期 好那现在目前的这个值的话因为是比较高 好所以它在这里大家看到我们的LED灯并没有亮 好那现在呢我把光明电阻给遮住了 好那这里可以看到它数值变低了 好那这时候呢LED灯就亮了 好所以我把它放开好那就变暗了 好那各位同学呢可以进行测试